第二至二三高级组银排赛事 在将军路运动场上映的八强赛事 由标准流浪对着香港U23 红衣是香港U23 蓝衣蓝褲的标准流浪 两队今季在精英杯已经交了手 当时标准流浪赢2比0 开球组短标准流浪已经有机会了 余再燃给一个直线临家位的入涉 但未能先开几组 接着是另一次标准流浪的攻势 祖连路在右边左脚射过来 不过就省中了香港U23的球员 这球入球出现了 这球 各球的攻势的标准流浪 斩马尼基南马就一头脱攻门破网 当时只是上半场的七分钟 标准流浪先开几络 整场球就容易打了很多 接着是香港U23的攻势 看到林志峰 左楼右楼想摆住对方 守卫的后防 但未能够制造威胁 接着是标准流浪的攻势 祖连路今场也很活跃 左脚扣马去一射 但比今场也表现相当突出的旁长气 接着 上半场尺到中段 另一次标准流浪的攻势 又是他 所以基南马基本上复制了第一个入球 都是一个角球攻势 但基南马今次未能够顶入网 接着这一下 余在妍在右边挂球 但未能够造成威胁 结果上半场标准流浪已1-0 领先着香港U23 下半场换边之后 很快便是一个黄金机会 标准流浪 早年路突破了越位 面对单对单对着龐着熙可惜未能够增添纪录 之后标准流浪有一个攻势 轮到早年路就想造就林鶴熙 不过被出形得相当快的龐着熙化解了一次埋满 又是他 早年路 下半场很多机会 但这次射球 仅仅是凌门而过 来到香港U23 也有一次黄金机会 就是他 邓延尖 在禁区顶的右边抽射 可惜未能够命中目标 大概63分钟左右 标准流浪 终于可以射入第二球 早年路 接应这个黎 这个 这个 余在燕一个很漂亮的助攻 入笑的时间也很准确 射成2比0 香港U23 落后之后 这一下 就可以说是全场最佳的机会 王浩然 接应各球射过去 不过就过不到满章 路少奇 香港U23 其实原场前也有几多机会 这球斩过去 可惜的 投锤攻门 陈家宝未能够为球队追近的记录 林岳熙 这一下 拐回右边射过去 可惜 康夕熙今天的表现相当突出 亦救了这个球 结果 标准流浪2比0 击败香港U23 打入银排赛的四强 就会对着东方